肩颈酸痛肩颈疼真的极其常见,因为平时在工作学习中基本上一个姿势就保持好几个小时不会动。 但是时间久了问题真的很严重,如果颈椎有问题,可能会导致长期头痛,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受损。 但是,你直接左摇右晃的转头,大部分情况下并不能有效缓解疼痛,过几分钟就变本加厉的回来了。 外网上的建议是,首先拉伸紧紧肌肉,一只手臂90度靠在门框,低头用下巴去碰另一侧的肩膀,然后回到中间。 动作不要太快,不要太勉强自己,能感受到肌肉用力的感觉为佳,两边各做10次。 如果肩部疼痛比较严重,可以背靠墙站,脚后跟离墙3英寸,大概一包卫生纸的高度,然后让肩颈紧贴墙壁,双臂严强自然下落。 放松肩膀,让其自然下降。 双臂向两侧伸展,慢慢向上举起,举至手指与胸同高,共做10次。 注意在运动过程中,手臂应当始终紧贴墙壁手心向后。 手部疼痛长期,快速,用力地做同一个动作,就有可能会导致手部出现问题,疼痛,麻木甚至更严重的肩翘炎又撑妈妈手。 因此长期使用手机,不正确使用滑鼠键盘,都是很危险的事,一定要注意。 在办公室可以放两个保健球,这个大小就可以,核桃也能做替代。 握力器也是个好选择,平时上班的时候没事就拿起来捏一会,能增强关节强度。 如果手部出现不适,千万别大力甩手。 舒展手腕姿势位,一只手用力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,并固定保持手臂不动。 被固定的那只手在空中画圈,做10次圆周运动。 伸展手指姿势位,如图所示,以食指开始,左右手相互勾起,用力拉动,并一次伸展所有手指。 背部、臀部疼痛如果你习惯久坐,而且几乎不活动,那么坐骨神经有可能会出现疼痛感,腰部、臀部、大腿后侧至脚部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。 在办公室的时候,你可以坐在椅子的边缘,向前伸展一条腿,慢慢弯曲身体朝腿部弯曲,两边各做5到10次。 这样的伸展运动可以任你在办公室时,有意识地改变一下久坐的姿势,缓解背部、臀部的紧动感,并且可以放松腿部。 在家的时候,躺下,在脖子下方垫一个枕头,右腿正常曲起,将左脚排放到右腿膝盖上。 用双手环绕右侧大腿,并向身体拉动,整个过程不要提起臀部。 抬起20横线30秒,重复两次,然后换到另一边。 来源自PickSide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,头痛半天无解。 他灵光一闪拿晒衣加加这,一分钟后头痛好一半。 你是不是也有偏头痛的问题呢? 有头痛老毛病的可说是碰到头痛问题就叫苦连天,尤其是偏头痛一痛起来,更是让难受到一整天都无法做事。 据了解,会出现偏头痛的原因,大抵是受到外在和内在的刺激所影响,比如说压力、睡眠不足,或是天气变化甚至是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或是气味,都可能引起偏头痛。 偏头痛的痛感大约持续4到12小时,特征包括半边头痛,像抽痛或胀痛,伴随心跳或脉搏跳动,痛得厉害常会恶心呕吐,怕光怕吵,此外,走动,上下楼梯或头晃动都会加剧头痛。 有些病在休息睡觉后就会好了,但许多病都需要头痛药的帮忙,才能解决头痛的痛苦。 不过如果你不希望自己过度以赖止痛药,其实在对抗偏头痛时还是有些其他的方法,而这些流传已久的偏方,可是真的有用呢? 住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海耶斯,Elizabeth Hayes,日前就深受偏头痛所苦,她被这样的疼痛折磨了近12小时,试过各种方法都无法顺利舒缓症状,因此上网帕文希望能找到解决疼痛的方法,没想到还真的让她找到一个偏方。 海耶斯看到一个名为Aculift的产品,外形很简单就是个塑胶夹,网页上写着只要把Aculift夹在虎口就可以舒缓头痛症状。 海耶斯找来了跟网站上模样差不多的夹子,一样画葫芦的用夹子夹住自己的虎口,没想到一分钟那篇头痛就得到缓解,20分钟后,头痛就好了一大半,让她惊讶不已, 赶紧上网分享这个偏方。 不过对许多华来说,这个偏方一点也不稀奇,因为海耶斯按压的虎口处本来就是个穴位叫做河谷穴,这个第二声穴道血气充足,因此如果身体有不适的时候,都可以按压此穴,以每5秒钟一次的频率按压,直到自己感觉舒坦。 但要提醒的是河谷穴会促进子宫收缩,所以孕妇不能按压此穴,以免有流产风险。 不舒服的时候按压虎口真的蛮有用的耶,如果你不希望自己太常吃止痛药,下次不妨试试按压和骨穴,替自己舒缓各种不适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